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市分析 上星期金仔整體圍繞著2300元上落 星期一最多是270元 然後低位回升 星期三反彈到最高2341 接著又跌回 星期四還跌至2300元 不過星期五又升上去 最後收2332 證明2300元附近金仔有支撐 上星期市場焦點當然是聯儲局議息 不過議息之前公佈的CPI 就已經搞到市場已經黏黏亂了 五月CPI按連儲率增長3.3% 交市場預測是低的 同時也連續第二個月是跌的 更加有意外的就是核心的CPI 就是三年以來最低的3.4% 證明通脹是慢慢慢慢的跌的 所以就算議息也未公佈 市場仍然對這個有較大的反應 金價短時間升30元 好了 之後公佈的意識就符合市場預期了 是不加不減息的 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5.25%至5.5%不變 但同一時間公佈的點陣圖顯示 一眾官員預測今年是會減息的 但已經由三次減息退到只有一次 搞到金仔從高位跌下去 而實際市場對聯儲局今年會減息一次還是兩次 其實是有很大分歧的 利率期負顯示市場認為聯儲局在9月減息的有七成 我覺得美聯儲沒什麼厚恥 記不記得上年12月鮑威爾出來說過 預計今年3月已經開始會減息 全年一共減三次息 不過之後他的年輕人就走出來反他 說不是呀 三次未必的 現在真的可能減不到三次息 難道鮑威爾被人反? 好了 今星期數據層面方面 只得關注只有5月零售銷售 和6月的SPGI製造業 PMI 同時留意多個聯儲局官員 將會出來和在不同場合發表講話 另外 星期三將會是美國的6月節 今時將會在提早凌晨2點多收市 好了 最後 用回Tenical層面Festival金價走勢 金價上星期兩度 2300元之下反彈 證明2277這個關鍵位置仍然有效 所以未跌穿之前金價也不可以太看淡 同樣地 法國爆發債務危機 會不會令到歐元出市 從而令到金仔爆升呢 而市場純不信美聯儲減息時機呢 都很重要 所以預計短線最大可能性都是震盪調整 上方還有阻力位置2388 可以在2360附近部署沽空 下方2310買入 但圖表派的話要留意 日線圖現在看到金仔還有一個三角形 範圍大概是290至2360附近 這個範圍建議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向上突破到金仔可以再看高一點 但問題是現在市場也有點奇怪 今天短短時間已經由2332 跌下來拍片的2317跌了十多元 挺厲害的 只是不知今個星期走哪一步 究竟是再試低一點 還是向上轉回日線圖的三角形呢 似乎可能今個星期沒有共識 大家玩Range的話小心點